像另类选择党或者像台湾的时代力量,就是这些体制外势力当中一大波的候选人当中的一个。 他们像是进入女性阴道的大量精子一样,有几千万分之一将会变成未来的新主流,但是他们的淘汰率比起体制内的既得利益集团要高得多。 既得利益集团有个好的就是它的淘汰率很低,因为它已经稳定了。就像你已经当上了几分,你做官是很有保障的事情,就不像是无数秀才像幻京一样的一天到晚折腾了。 有多少个秀才能够变成体人呢,或者说有多少个强盗能够变成明太子朱元璋,体制外面就是这样的。 你不能说看到一个天下已乱,看到一个三代王出头,就认证说大明朝快亡了,真命天就是他了,对不起,你以为他是朱元璋,其实他很可能是张献忠。 一百万个张献忠当中有一个朱元璋,你现在看到的这些另类显摘党或者时代力量之类的,十层中的还有九层以上都是属于张献忠而不属于朱元璋的类型。 这种集团因为缺乏历史信用,像职场新人来,很容易做出方向走板的事情,在我心目中,他们就很像是戈登暴乱的主角,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戈登暴乱这件事情,狄格尔斯在一部小说中间请你写过,大想是这个问题,就是英国传统上讲是以路易斯士扶持的天主教势力为首要的敌对颠覆势力,坚决地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而且还规定说是国王的亲儿子即使天主教徒也不能继承。 这就是说像是全世界所有的政治共同体一样,其他任何东西都是假的,只有政治是真的,哪怕是最硬的指标,放在政治面前都是一文不知。 英国人被很多人认为是极度的绅士,但是一到关键时刻还是急眼了以后,也就是毫不犹豫地使用了今天被很多人说成共产党特有的造谣手段。 例如,詹姆斯二世是现代教徒,他老人家是广大亲教徒赶到十二分的不爽,但是他老人家好在年纪大了,我们可以等他死了。 但是过不了多久,他的王后又生了一个儿子,于是英国人就开始理直气壮地造谣说这个儿子不是他亲生的,是私生子。 这个学说没有一点点的历史依据或者现实依据或者法律依据,纯粹属于造谣。 后来光荣革命以后大家也不提了,但是当时英国人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普遍才学了造谣的做法。这时候就说明,任何人到了紧急关头都是